初冬世界 中国华南地区还是一片葱龙 数千公里以外的东北已经寒以西人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极长雪过后 俨然是一片银庄宿国的世界 一到长白山 我们就来到了天雪 天池可以说是人们对于长白山最熟悉的记忆了 东京的长白山换了新装 周围盖上的雪 纯白的雪 纯净的湖水 一览无余的天空 这样的景色像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纯粹的世界 其实天池的面积只有9.82平方公里 而整个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相当于200个天池的大小 所以长白山有更多的地方是人们并不了解的 所以我们远方的家设置组 这一次就将从熟悉的长白山天池出发 一直走到神秘的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深处 是探寻更多属于长白山的奥秘 站在海拔约2600米的长白山天池北坡 寒风吹在脸上犹如刀割 长白山山顶的极端最低温度是零下42摄氏度 虽然我们到来时只是初冬世界 但是温度已经达到零下20多摄氏度 潘老师我们现在其实是站在火山之边的 对 那我们现在放眼望去能看到它当年火山喷发的边际吗 我现在看不见了 当时它的喷发是比较特别大的 特别是形成火口这一次 在一千年之前 它的喷发处到了20多公里 它的火山会飘一样飘到了日本 在这边北海道陈迹大约都有5厘米之后 中国东部和西南部多火山 长白山火山的形成 可追溯到距今约2900万年前 即地质学家所说的早第三级 当时长白山地区发生了区域性的大规模昏发 炙热的玄武岩熔岩从地下缓缓涌出 冷却凝固成为玄武岩高原 大约5万年前 天池火山进入了大规模爆炸式喷发阶段 巨大的喷发形成了破火山口 它最早就像富士山一样是一个尖顶 我们看在远处 有黄色的原石 就是它火山口第一次喷发的时候作用 它炸开了一个大的火口 火口相当于有一个袜兜 然后它那个水 浆水 还有一些地下的渗氯层 过来形成这个池子 在千年的过程中 还有有一次再次喷发 对着火口进行了一个形状的一个修改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形状现在是 火山也被称为大自然的雕塑家 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琥珀 平均深度204米 最深处373米 长白山冬季寒冷 一般在每年的11月下旬 湖面就会结冰上洞 来年6月份才冰雪消融 我们知道天池既是这个中俄海拔最高 面积最大的 同时它又是最深的一个火山口湖 那天池为什么这么深呢 好像深就刚才我们讲到的 一个是炸开了 反正它就有一个环状断裂 什么叫做 就这一个它那个就严加收缩的时候 它整体它一个收缩 像一个区域 直接碰以后整体一个快梯 大掉起来 现在在那个2013年的左右 那个进行一个探测的时候 它整个湖底它的地形还是比较平的 平平的一层 它是整里塌陷下去了 整里塌陷去了 大概在370米左右 整一下这个湖底的深度在 它一区一圈 现在在冬天的时候 现在还没接近的时候 会看见还有两个 沿着一圈 它是冰的 它就是地下的那个什么热流 沿着它那一圈的断裂 它往上渗热量 它大约在10度左右这一会儿 它结合上冰 冬天还能看见来的这几个条带 也是一个比较神奇的景观 火山喷房塑造了长柏山天池 这样的绝世美景 吉林长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 也跟它密不可分 现在我们身后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过渡带 高山的一点是台原的地貌 再往下走是月化林 再往远就看 还能看到森林了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 水平之下 你往我眼中看 眼神是平平的 这一部分就是顿体的 底下是它那个是早期的配方 沿江年度比较低 玄武岩 沿江水势的 沿江年度很低很低 可以流传得比较强 开得很大 到了人家演化到中后期 到那个部分 然后它那个什么年度就上来了 它就像蜂蜜 或者巧克力似的 流动性非常大 现在这个大的椎体 它明显上升 吉林长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1964平方公里 根据海拔高度的不同 分为四个植物锤植带 高山台原带 月化林带 真野林带 红松阔叶混礁林带 海拔2000米到2600米之间的高山台原带 是长白山海拔最高的植物分布袋 以第一 苔藓 低矮灌木 以及一些耐寒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 我之前了解的台原带它属于极地的气候 对吗 对 它一般出现在北极是吗 一般出现在北极 那么台原带呢 从我国来分布 就有两个 长白山 第二个就是新疆 那么新疆由于它要干燥 就不过常常来的湿润 所以说这里的物种 最丰富 就是台原带最典型的 对 极其接近北极的植物 我说实话 我现在站在这个台原带的这个地貌上 感受这里的太艰难了 我觉得这个连说话都觉得特别的艰难 尤其是我们从天之下来 在户外已经有两三个小时这个时间 我的脸冻僵了 所以我戴上了这个耳罩 因为耳朵旁边一圈都冻得疼了 今天的温度在零下24度 这些台原带之物 在一层层冬雪的覆盖下 只露出顶部 如果不是黄院长的介绍 我们很难分辨 高山台原带 也被称为长百山的空中花园 虽然我们拍摄时 看上去白茫茫一片 但是春夏交替之际 这里就会变成一片花的海洋 我们看一下这个植被吧 您刚才说这些都是夏天会开花的什么 哪些是开花的 这是两栋渡边 就这样一种我们叫高山渡边 台原带没有林木遮挡 光照充足 花朵颜色艳丽 生机勃勃 桃红色的花 棉片的 棉片的 花的背后 这一边就是雪山 从花旗一直到枯萎 大概就是六十年 紧接着就来了秋天之后 里秋基本就全黄了 六月七月 最长最长的九十天 吉林长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中朝边境 吉林省安土县 辅松县 长百朝鲜族自治县三险交界处 是中国温带森林系统的典型代表 保护区内两千五百四十多种野生植物 三百三十一种脊椎动物 一千二百五十五种昆虫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刚刚我发现走在这里的这个雪也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脆脆的 就这里的雪非常脆 又像冰又像雪 这个雪我们称之为粉雪 粉雪 这个粉雪呢 什么面的意思 它就磕着状 非常细 非常润脆 对像很细的白沙塘一样 像白沙塘一样 这样的雪非常适合滑雪 长白山降雪漆长 初雪从每年十月中夏旬开始 一直可以到第二年的四月 矮矮白雪 犹如盖在长白山的一层东北 有了这层厚厚的东北 雪下的草本植物和灌木 就可以平衡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季 再往这边走 就是下一个代谱了 这个就是月化 这个月化在长白山 是森林丰富的上限 就是再往上 它就没有树生长 中国的大部分山区 海拔分布最高的往往是真野树 但是在长白山 却是落叶阔叶树中月化 这也是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 独特的一面 那我们就不往里走了 这个雪太深了 就站在这里 欣赏一下这株高山植物吧 在这个零下二十多度的环境当中 感受它可能会有别样的滋味 黄老师 这个我们也见过很多种的画树 这个月化和其他的画树的区别是什么 从我们分类上讲的 这个月化这个分类 从叶片的叶脉上去说 它的叶脉是在拔对以下 像我们的白化下面都是拔对以上 长白山月化的生长区域海拔高 气候严寒 作为一种极度耐寒的植物 月化生命力非常顽强 也被人们称为高山上的守望者 它的散热部分的提口特别大 我们看它的提口 这叫提口 因为长白山气候比较寒冷 提口是关闭的时候 就保持温重 等到光线足的时候 可以打开吸收这个空气 进行光合作用 它这个表皮也可以 进行光合作用吗 对 我一般了解是叶子 主要进行光合作用 它也可以 因为它一输叶 有时候长得稀疏 它也可以吸收一部分的 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 月化树抵云涵寒的方法 不值一种 除了树干 小树枝上的这些叶牙里 也藏着月洞的秘密 这个叶牙在今天秋天的时候 它就形成了 然后外面有几层的棉被去包裹 包裹它 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 它就慢慢打开 然后把树叶就放出来 这是它抵御寒冷的一种方式 那您平时研究包开过吗 包开过 它里边大概有多少层 有两层到三层 它这么说复耳状排列 就是这么一层 我再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 这表面还有绒毛一样的 绒毛也是预含的一种机灵 风天多 风离大 是长白山气候的一大特点 台原大与月化林大交界处的山坡对面 就是长白山著名的黑风口 远远望过去 狂风犹如一味暴露的巨人 用力吹拂着山坡上的积雪 一刻也不肯窒息 我们所在的这片山坡 不时也会有强风吹过 这也是我们眼前这片月化林 大部分树木形状弯曲的主要原因 忽然间这一块是一个风口 来了一只很大的风 现在整个月化林都被吹得在摇摆 月化林我们原来有做的一首诗 就是炳天立地澳风雪 呼含品华赞完天 它也是这么一首诗 赞美它的品质 对 赞美它的品质 说实话在这个季节 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看到这一片月化林 也挺感慨的 对 对 我们去了很多就是茂密的 春夏季节的大自然森林当中 那个时候我们感受 它们生命力的旺盛 而这个时候在这种极端环境 极端的天气下 又能感受到这些自然界植物的顽强 所以大自然能够带给我们的 真的非常的多 是 风雪中寻访动物足迹 你说这是紫雕 紫雕的角面 就这 你到底这样走过来 我那边走 二道白河畔 了解长白山三江之园的 魅力与神形 今天我看到了 有那个马路 有紫雕 然后有野猪 然后有松鼠 还有它有刨 阮放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火山造就的动植物宝库 正在播出 走进山水之间 中国拥有全世界十分之一的湿地 探索动植物世界的奥秘 和恐龙同时代的古老怕星动物 恶心 呼吸清新空气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可以听到长篇正在闭掉 讲述人与生态的故事 葫芦牙 每天跟这个鹿仔睡在一起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火山不仅塑造了长百山锥体 造就了长百山天池 也形成了很多独特的地质景观 位于月化林大下面的巨龙温泉 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长百山的 一个地质奇观边 现在看我们身后的景色 云雾缭缭 像是来到仙境一样 和刚才在天池 又冷风又大 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 巨龙泉 它大概在300多平方米的地方 它有103个泉眼 天池里的水 或周边的这些山顶上水 往下睡 底下有岩浆给它加热 岩石的那个比热比较重 遇到这个热干岩类的东西 重新加热 然后膨胀 然后那个岩的地表渗出来 从那里的温泉带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温泉和火山 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对 它现在有个营养作用 是形成了这个热泉 巨龙泉是长百山三大温泉之一 属于热泉 大部分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最高的则达到82摄氏度 一沿沿温泉在冬日的寒风中 不断散发出热气 这些水汽或生腾或飘移 置身其中如猛似幻 它有80度吗 这个没有 没有啊 这个高龙温泉的景源那一带的 这个大约在70度左右 70度 对 70度手摸的 你快速摸一下 快速摸 尝试一下 哇 哇 是有点烫的 对啊 有70度 哇 如果刚才被这个冷空气吹的 已经没有知觉的手 现在有点 就是过了这个热水的时候 稍微有点发红了 但是很热啊 我能闻到一些 硫磺的味道 是硫磺的味道 对 它这个一般那个温泉水 它都有这个特点 它在地下 因为那个火柴 它那个 从开始停成了之后 它往上迁移的过程中 地下的硫 它会逐渐分流什么 在原浆里带出来 它是黄的 这些沉淀的黄色的物质 它都是硫 都是硫 对 那我知道我们平时有时候 皮肤过敏啊 一些问题的时候 会用硫磺灶来清洗 对 就是这种原理 是吧 对 这个温泉 温泉好多人喜欢泡温泉藻的 因为就是有的人 特别是皮肤病的人 喜欢泡 它里边还有流 能够杀菌消毒 有这个作用 居龙泉 居龙泉位于成百山 瀑布下方 离出山谷 因为温泉的存在 山谷中生长着一种 独特的蕨类之物 温泉平衡小草 温泉平衡小草 是国家二级宝泉的 保护之物 属于平衡小草科 平衡小草木 主要分布在中国 俄罗斯远东地区 朝鲜 日本等地 在长白山 主要分布于温泉附近 水湿温暖地带 它为什么叫平衡小草 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的包子囊 完全像一个瓶口敞开的 哦 整个弹出包子囊 就是在瓶里头出来就包着 这么看见 像个瓶子 对 可是在这样寒冷的气候下 这种草本植物 到了冬天为什么还是绿的呢 它是长绿植物 它本身在冬天 你还能进行微弱地装复住 还可以啊 可是这个冰都盖住它了 因为盖住没有关系 嗯 植物过冬 主要有落叶过冬 永耕过冬 用蜡质膜 或油脂过冬等几种方式 温泉平衡小草过冬 主要是地温保湿在 0到4摄氏度以上时 平衡小草上 覆盖10厘米以上的雪被 渡过延冬 它越冬的话会有什么变化吗 越冬的变化 基本上就是它进行了一种微弱的一个生理活动 能保持它自身能量消耗就可以 等到明年呢 它就开车的时候 大概在6月份嘛 它就超市 超市就产生了包子 产生包子囊 包子囊呢 在成熟的时候弹出包子 进行一个下一代的担持 所以它还有一个苏醒的过程 还有一个苏醒的过程 那也就是代表着 它冬天有 类似于冬眠的 类似于一个冬眠的状态 是处于半麻痹状态的 应该说它跟动物不完全一样 它进行一些微弱的一些生理性活动 也是把自己的那个新生代谢 对 降低了 进去到最低程度 去表动它的身体 来应对寒冷 对对对 再看一看吧 在这冰天景地找点绿色 真的不容易 冬天的长白山远不如其他季节色彩丰富 冰雪世界中的这一模模绿色 不仅给我们的长白山之情 带来了很大惊喜 也让我们禁不住感叹 大自然的神奇 火山造就了长白山 也为生长在长白山的动植物 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 从月化林带出发 经过暗瞻眼林带 我们下到海拔700米到1100米之间的 玄武岩台地 这里是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海拔最低的一个林带 红松阔叶林带 地势平缓 树木种类也更加丰富 冬季的长白山景色非常的漂亮 尤其今天还下了雪 现在景色看上去 银庄素果 大雪纷飞 我们只是在雪地里站了短短几分钟 我们现在头上就有人积了很厚的雪了 这一次我们要去拜访一下 平时人们来到长白山 很难遇见的朋友们 就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 这一次我们将跟随长白山科学院的工作人员 一起去探寻一下 他们就在前面等着我们 和我们同行的是 长白山科学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 邱宝红 史国强和秦四胜 长白山科学研究院动物研究所 成立于1960年 从2016年开始 通过红外相机 对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动物进行监测 他们将深入这片原始森林 安装用于观测野生动物行踪的红外相机 和我们之前拍摄的很多自然保护区不同 长白山科学研究院 安装红外相机 通常是在冬天 这个季节大部分树木叶子掉落 视野开阔 更便于观测野生动物的行踪 一走进这个林子里面 雪就会小一点 这个就是咱们起点 就一直往近走 对 一直 这个样线的走向就是从东到西 大概我们如果是今天去 多长时间能回 要一整天吧 一整天 就是天黑了才能回来 太黑之前吧 那这么冷的环境 在户外每天待一整天 身体能受得了吗 身体也都习惯了 走起来也就不那么冷 其实我们穿的是非常厚的 里面还有羽绒服 但是邱老师 我看您穿的也太单薄了吧 里边就一件毛一个衬衣 这个夹壳还不薄呢 我们走极了还出汗 找运动起来就好 邱老师说 在东北 其实下雪天并不冷 反倒是雪过后 天晴的那几天 气温更低 而雪地里行走 一双防水耐寒的鞋子 是最重要的 夏连这个装备也挺专业的 是一个靴子 这个就是防止雪 灌往脚里灌 灌进雪以后就是非常凉 就造罪了 靴子绑着这样一个 对 这样防止往里灌雪 雪灌进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很凉了 就化掉了 第一是温度降低 第二是湿了 特别特别凉 那你们布样线最深的雪 最深的雪是半米以上 那就过膝盖了 过膝盖 过膝盖就很难走 也很遭罪 那雪过的膝盖 你们还是要进到山里去布样线 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海拔 是稍微靠下点的 就雪可能不是那么深了 我说的深 就指的海拔高的地方 山上走 对 三号精测样线 位于海拔900米左右的 真火野混焦点中 这个区域是紫雕 野猪 袍子等动物的主要活动场所 其实 刚刚进入到这里面 看着这一片林海雪原的时候 天然是有点兴奋的 但是随着这个 我们逐渐往前走 随着这个体温的下降 慢慢感受到了 穿越几公里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不容易的 同时让我们也感受到了 也生动物到了这个季节 他们的生存环境 这样伸一脚浅一脚 很容易就陷下去了 生存环境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是到了冬天 长白山的样子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在城市里 很难去认真地感受冬天 因为我们有很温暖的房间 进了房间有暖气 但是今天我们是真真正正 彻底地感受了一下 长白山冬天的魅力 即将到达第一个红海相机安装点 邱老师提前我们注意脚下 你那里面有好多有水的地方 咱们这块得慢点了 我给你们尝尝 这里在冰潸的下面就是水 看似是大雪覆盖一片平地 但一脚下去可能就踩到了沼泽里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中国东北地区三条主要河流 松花江 鸭鲁江 图门江的源头 三号精测阳线 在松花江正园 二岛白河附近 这里溪流沼泽众多 不过因为有积雪覆盖 不容易发现 这也给我们的行进增加了难度 我们走的路是平行于 就是我面前平行的条路 现在往深处走一点 去找一个布置相机的点 邱老师他们在这边观察 这边有动了活动 怎么看出来的 这个是 这是脚印吗 这是脚印 就这个小坑坑是吧 对 你看到吗 现在雪覆盖上不太好看 是哪个种类的 看这个情况像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鹿可动物 鹿可动物 经过进一步观察 邱老师确认 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马路的足迹 马路生活于 纬度较高的森林或草原地区 因为形似骏马而得名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在去年冬天的样线监测中 就曾经拍到过 马路的视频影像资料 怎么看这个是马路的 从它这个大小 大小的附近 这样看得有这么大呀 有一个碗那么大 它行动的一个状态 可以看 第一是这个脚印大小 第二步去就是它步子卖多大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四公里的样线上 总共要设置五台红外相机 邱老师选择在 马路脚印附近的一颗 色母器梳上 安装第一台红外相机 这边是选录像头 还是选照相的 咱们这都是录像 录像 因为很清晰了 为什么要录像呢 过去我们也用过 那个照片模式 照片模式 有时候照个小动物什么的 一个照片 看不清是啥 照个头 或者照个屁股 一半 看不清是啥 就是种类不好判断 这个用录像模式 有拿点好处呢 就是它一活动起来 就好判断了 好判断它的种类了 就在这 现在要开机 其实我们也经常 在冬天户外拍摄 我们的摄像摄像机 一到了冬天 它这个电视特别不来用 红外相机有这个问题吗 红外相机也有问题 大大力 我们就最后能坚持多久 正常来说 一个月它可以说没有问题 但是假如说 你要说在这个 三九天特别冷的时候 温度极底就达到三十几度了 零下 它可能有可能不工作了 20条阳线 布置100台昏外相机 这项工作从十一月中旬开始 到十一月底结束 而收集红外相机 则是在十二月中旬到十二月底 赶在三九天来临之前 相机从价设到取回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它们每天渗入山林 徒步十几公里 风雪无阻 我们这个相机高度 一般是现在设定的七八十厘米的高度 这个什么呢 可以大动物小动物都能照顾到 我来感受一下这个高度 其实它就相当于人的一双眼睛嘛 我蹲在这儿 现在开始观察 我们目光所及这个范围 是一个立体圆形的范围内的动物 下面我的余光也能扫到 上面高度也能到三四米 所以大小动物都看得到 因为它有这么一个广角 上下左右 它不是说一束光 上下都弄不着了 这样它上下都能照顾到 设置金色样线 主要目的是通过收集相关资料 推断长白山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和规律 在去年冬天的样线监测中 共发现46只松鼠 63只紫雕 马路19头 袍子72头 还捕捉到一只奢利的影响资料 从样线设置以来的监测结果来看 这一区域的野生动物数量在不断扩大 二道白河畔 了解长白山三江之园的魅力与神奇 今天我看到了有这个马路 有纸雕 然后有野猪 然后有这个松鼠 还有它刨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火山造就的动植物宝库 正在播出 红松阔叶混浇林是长白山分布范围最广 面积最大的林带 高大的红松鼠下面 一颗颗小红松鼠 虽然看起来还很矮小 但它们是这片森林生生不息的希望 这个就是红松用的 没想到这么小 就是一株小草的样子 这个是最小的 到这个季节 这样小吃的 过冬是不是不太轻松了 它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它适合这种气候条件 其实看我们现在这个地表的环境 所有的树叶都枯黄 几乎看不到绿的 偶尔有一些苔藓 剩下就是这么一株 红松幼苗长在地下 还翻着绿色 很难得 雪中的长白山原始森林里一片寂静 只有我们趴在雪上的脚步声 和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 但是雪地上不知看到的动物足迹 让我们感受到 这一片片寂静的山林依然充满生机 这个就是野猪的足迹 野猪 它这个脚肉的大小 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野猪 成年的 很大 感觉像一个马蹄 那么大 你看这个很旁过来的 像有个车骨 压过去一样 野猪其实说实话 在户外碰到了 也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有一定危险性的 但多数时候还是没事 我也看过一些新闻 就是野猪伤人的 有 是吧 它的这个危险程度比熊还差一千 有句话就一猪二熊杀了虎 真的 一猪二熊杀了 一头猪它的危险程度 要顶两头熊 但实际上咱们本身 都没遇到过这些情况 这就是一句过去老爸这么说 如果你在山里走 碰到野猪 可能比碰到熊还危险 是 一路行走 纷纷扬扬的雪花 一直陪伴着我们 长时间的徒步 让我们已经感受不到 出发时的寒冷 反倒是浑身充满暖意 继续向前 在一颗封岛木上 我们又发现了野生动物 刚刚走过的痕迹 紫雕 紫雕的脚印 就这儿 哇 我知道紫雕是唐灾山那边 比较珍惜的一个动物 对 它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它是从这儿这样走过来 往那边走的 怎么判断这个脚印 就是紫雕的脚印 紫雕的话 就是 在墙面上来说 就是紫雕和青油 它这个 有点相似 但不同的一点 就是紫雕它有个特点 它这个布具比青油小 而且紫雕它两个爪 但是之间就有个 有个错开的一个脚掌 就是这种 就这样 你看 像个葫芦一样 对对对 以前以后就错开的 青油的话 就是两个平行的在一起 这个紫雕雕它大概是一个 大概一个布具 从前面到前面 从这个脚的前面到那个 这个叫布具 就是前一步的头和上一步的头 对对对 两个头之间的这个距离叫布具 对 这个大概是21公分 21公分 21公分是属于成年的设立 还是幼崽 还是 这个 这个看这个 这个布具来说 看的就是处于正常的 就是属于成年的吧 成年的 个体它不是特别大 但是普遍来说 就是二十多分 三十多分这样 紫雕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主要分布在 亚洲北部的高海拔地区 乌拉尔山 西伯利亚 蒙古 中国 日本背海盗 其中在中国的分布地域 仅限于东北地区 气候寒冷的亚寒带珍叶林 和珍阔叶混胶林 以及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 它有五个指头吗 对对对 是吧 五个指头 这个脚印有点像 那个猫科动物的脚印 呃 指头和脚掌 它很清楚 分开 不是像那种蹄类的 嗯 但是猫科动物 可能就是前面的话 更清晰一点 因为猫科动物 可能就普遍地大一点 然后它踩到水里 更深一点 更清楚一点 嗯 我的手机里也拍过那个就是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对对对 以前其他的脚印 对 怎么判断出这个脚印 是紫雕的 对 这个是那个 蛇蜊 它也是猫科动物 蛇蜊啊 它这个 哇 它这个脚印怎么很特别啊 很清晰啊 它底下怎么这么多点点是什么 它是那个掌垫嘛 它那个脚掌 嗯 然后它这个体重比较大 比那个青油紫雕都大一些 很深 对 然后它那个 前后很明显 嗯 它一步一步啊 不像紫雕 就两个在错肯定一起走 嗯 那个它走的时候可能就比较相对于那个走得慢一些 人生 貂皮乌拉草 历史上因为貂皮是东北三宝之一 紫雕的生存一度受到威胁 近年来 保护区对长白膳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紫雕数量不断增加 在去年冬天的样现金色中 就曾经拍到过63只紫雕 而且这个脚印非常清晰 对对对 我看上面没有盖多少的血 这个就是 嗯 就像刚刚我们刚 刚走过一两三个小时吧 也就是非常清楚 哦 也就是我们来 之前 来之前 它就在这里活动 对对对 它的巢一般会住在什么 是树上还是 紫雕有的时候在那个 就在那个树 那个倒墨 或者是那个底下 那种也有岩石啊 那种那种洞性 嗯 缝隙 缝隙的对 洞里的做 长白山 红松阔叶林 主要分布在海拔平缓的火山台地上 从三号金色样现的七点到终点 四公里的山林中 大部分坡度平缓 偶尔出现的一处坡地 再次提醒我们 长白山是火山喷发造就的一处 冻之物宝库 这里要爬一个坡 现在我们已经走了 从早上七点半出发 现在十二点半 将近五个小时了 终于看到一块 这个地方没有被水覆盖的 远开是一个很大的石头 我们今天一直在走到 这个玄武岩台地上 它这块稍微偏高的 然后到了一个那一个 像那熔岩瘴裂谷上 这块就现在 它底线石头拱开了 瘴开了 然后我们露出来 一块大的石头 所以中间这个裂缝是瘴裂的 对 它是瘴开的 瘴裂的原因是什么 它现在熔岩流动过程中 表翘现在结翘了 它底下在熔岩还在流动 然后它前段还流不动了 它底下就有一股压力 然后它是瘴 最后把这石头顶起来 所以上面凝固的熔岩就裂开了 对 裂开了 就看到我们面前这样一个大石头 既突兀 然后它又有一个很大的裂缝 继续往森林伸出走 沿途不时出现一棵棵 倒在地上的参天大树 这些树木大部分是被风吹倒的 也被称为风倒木 我们旁边这一棵大树倒了 而且非常的特别 它是连根拔起的 这个根在我们身后 像一堵墙一样立在这 这是什么树 这都是自然风倒 咱那个东北树吧 它不像南方那种扎梗 东北树就没有底根 全是平地上长的 就是在地下二三四公分 所以它根扎不深 扎不深 都是平铺长 长柏山多风 这不仅表现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即使是我们行走的这片 海拔不到一千米的台地 也会遭受风载影响 1986年 吉林长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遭受到有记录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台风袭击 风倒面积为 11386公顷 占整个保护区面积的5.8% 风倒的林木大约有250万立方米 看到了它的这个 根的盘根错节 但是根非常的薄 就是我们看到这样 大概就是个三四十厘米 对 四十厘米 就深度不会太深了 一棵高达三十米的树 它的树根只有几十公分 就会深 大量的风倒木跟气象因素有关 也跟长柏山有火山地质特点分不开 一旦受损 恢复起来非常缓慢 保护好长柏山原始森林 格外重要 跟随动物所工作人员 继续往森林身处行进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跋涉 最终到达最后一台 红暗相机的安装地点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走了有四公里整 四公里 直线距离 直线距离 要走得远很多 对 已经走了八个小时来的这个雪地里 但是其实越走越暖 活的我感觉 反而就有时候我们停下来观察拍摄 会觉得冷 停下来就冷了 今天我看到了有这个马路 有马路 有紫雕 紫雕 您一路应该看到的旧风 您能介绍一下 总的都是不算太多 我就在马路紫雕 然后有野猪 然后有松鼠 然后跑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的都是动物脚印 没有亲眼看到它们的活动 但并不代表它们很少见 其实它们就在我们连着周围的某一处 或者静静地在观察我们 或者听到我们声音就迅速跑开了 是 它们的机敏程度要超出我们的想象 对呀 就是我们能看到它的时候 说明它其实早就看到过我们 对 对吧 早就感觉到了 它的听力啊 各种感觉器官都非常发达 就是说我们一般静灵的里 实体几乎很少能看到吧 多数就是通过观察这个足迹 来统计它种类和数量 在和邱老师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 长白山种类多数量大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清朝从顺治元年到咸丰十年 长达两百多年的封禁 另一个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建立自然保护区以来数十年的保护 早在一九六零年 这里就建立了省级自然保护区 一九八零年 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与生物圈计划 一九八六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经过数大人的努力 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已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 在安装最后一台相机的白花树旁 已经能远远听到 二岛白河不息的流水声 寻声往河边走去 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到了二岛白河边 从长白山天池留下的 这二岛白河依然清澈 一路欢畅着向南流去 汇入松花江 走到了 寻着这个水声 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这就是二岛白河了 它从长白山天池缓缓流下 同时它又是松花江的源头 其实一路上走在这个森林当中 感觉挺静的 偶尔一两只小鸟飞过 但是来到这里 哗啦的水声打破了整个森林的平静 邱老师告诉我 这一片水域周围 反而是整个森林当中最热闹的地方 因为很多的动物都会来到它的身边的河水 其实水源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保护好它可以直接影响到周围的植被和动物 所以来到二岛河边 看到这轻轻的河水 缓缓流淌 川流不息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长白山 良好的生态系统 翻越喀斯特石山 探访白头野猴的家园 在场上 就是有这样的洞 基本上有不及时就 看似山口流血 触目惊心 了解石山里的神秘物种 它里面的芯是白色的 但是它的这个枝叶就是红色的 还看着有点吓人 伤痕累累 年老体衰 猴望的地位岌岌可危 它的最旺盛 经历最强的时间 大概就是四年到五年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国家自然保护地 石山精灵 白头野猴 敬请期待